裡面的話有哪一些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你會發現這門課 我覺得像我剛開始教這門課的時候我發現 這真的是太多東西要處理的 因為光環境建制還有之後 關於Java 關於Enjoy 關於很多都要解決 而且問題其實還不少 另外一個很大的問題是Google不斷改版 它一改版之後的話又一些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你要重新學習 尤其像什麼那個最近比較大的變革像什麼 前一陣子我上到課 差點吐血那個Google Map的部分 真的是真的是麻煩 因為它本來是V1的版本 一下子整個變V2之後 或者是V3 整個完全內容完全改變 那怎麼辦呢要重新再來過 所以這個真的沒有 如果不是自己的興趣的話 光上到這部分的話你就會非常頭大 那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將來各位相關的補充我就放在這裡 那上課的講義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想要我剛剛的畫面相關的畫面在這裡 然後第一張到第17張的講義的PowerPoint檔都在這裡 所以如果你想要稍微了解一下Enjoy的相關知識的話 這邊其實有蠻完整的 你可以直接從這邊去看或者下載 那特別注意就是說你在使用 這個我是利用Google雲專硬碟 所做出來的分享 所以如果你要看到完整 比如說你要開啟 甚至你要下載的話 像這個好了 你要下載它的時候 特別注意你要先登入Google帳號 你才能看到完整 否則的話你可能會看到 好像沒辦法開啟 也沒辦法看到裡面內容 OK第一個 這個是上課講義部分 第二個的話呢 因為我們的時間很寶貴 所以那個環境部分該怎麼解決 基本上請各位等一下有時間 先下載這個Eclipse 我上面這邊有放了三個版本 一個是Eclipse的4.22 一個是4.32 一個是11 那這三個版本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實際上我建議我們一般在入門的課程的部分 用這個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你在4.3 Android它的版本也是4.3之後的版本 就會包了很多東西 比如說什麼呢 像什麼Friend Layout Friend Layout本來是沒有的 結果它又包進來 包進來 其實初學者就已經搞不清楚什麼 什麼Layout什麼Layout了 結果它又包一個Friend Layout進來 變成說這個Layout又包一層 哇 那它頭大 那在4.22以前是還沒有包 所以我就上課 像我第一階段 我就直接教堂用這個版本 那這個版本 非常的簡單 因為你要把那個所有的東西打包進來 包含就是第一個開發環境是Eclipse 第二個是你要去包一個ADT ADT要把它外掛到Eclipse 然後另外還要一個Android SDK 那要把這三個東西包進來 其實很麻煩 花時間蠻多的 所以乾脆這樣 我已經幫各位打包好了 你們只要注意就是說 你只要會用就可以了 而且這個環境是Ready的 因為已經上了好幾期課都不會有 沒有問題 那使用方法非常簡單 一請你把它下載下來 第二的話 其實使用方法請各位看一下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的話 第一個階段 第一章節 就是環境建置的部分 那使用的方法 就是 一請你解到低疊或一疊 解出來 解出一個目錄對不對 二的話 在執行它之前 OK 就是直接執行什麼 直接執行這個Eclipse 打開之後的話 記得做一件事情 因為呢 在這個目錄裡面 我已經把Android SDK放進來 放在哪裡 放在低疊底下 就把它放大一樣 有沒有 放在低疊底下的 一樣目錄底下 會有個目錄名稱 叫Android SDK Window 那你必須把它選起來 因為Eclipse會跟你要 要什麼 要一個Android SDK的位置 你就給它就可以了 瀏覽之後的話 你就套用 它就會幫你找到 那基本上 因為開發目前 當然 主要當然 目前已經轉移到4.x的版本 不過 2.x的版本 還是有一定 有需求 只是說需求不大 所以呢 我就放了 SDK 當然 一般書裡面 是要你全部SDK都download下來 可是 千萬不要 為什麼 因為它全部download下來 至少45GB 跑不掉 那你download這些 都要幹嘛 其實你主要就是要用 我們需要 所以這裡的話 4.x的版本 我用的是 我download一個4.22的版本 另外 2的話 我用2.x我用2.33 另外 2.1是因為 之前正到考試的 考試的版本 它會用到2.1 所以這邊的話 我用三個版本 你只要按套用之後的話 那就會把 Android SDK把它放進來了 那下一頁的話 OK 那再來就建模擬器 所以這三個步驟做完之後呢 我們的環境就ready了 這樣的話就可以開始上課了 不然的話 光要把環境弄OK 前面我想 如果有用過環境的同學 應該都知道 可能用到吐血 而且有 有時候用到 用半天還用不起來 所以 特別注意這個地方的話 那我做一下demo給各位看一下 我這邊 再把它關一下 那我已經解出來 在我的EDI 因為好像EDI 是不會還原的 對不對 所以解在這裡 裡面的話有Eclipse 對不對 那這個是已經打開來 這個是Ready 我剛剛已經把它 其實裡面非常簡單 第一個打開來 而且在我們這邊的環境還蠻順的 電腦好像蠻新的 跑起來甚至 瞬間就開起來 因為之前用最快的電腦 我好像記得是在那個 蛋漿之工具 它有的那個 它用的是i7的電腦 開速度非常快 可是我發現你們這邊電腦好像比那邊還更快 OK 那這裡的話呢 喜好設定 這個地方的話 第一個就是 我們要先設定那個 我們的 剛剛講的那個目錄在這裡 一般事項下面給Android SDA 這個目錄有沒有 瀏覽一下 找到那個 預設的路徑不是這裡 所以會有XX的狀態 那你就選到 我是解到1點底下的這個Eclipse 422底下這個目錄 特別是這個目錄 你就指定給它 那它要做什麼呢 它就到這個目錄裡面去撈什麼 Roll Android SDK就好了 OK 因為我是把它放在這個目錄底下 當然你們如果要自己做這個環境也是OK的 只是說 你將來記得就是把它放在這個Eclipse底下 按確定 按個套用 這個時候呢 如果你看到 裡面會有這個SDK出現的話 那表示你是OK的 OK 第一階段 第二個的話呢 再來就是RUN模擬器 那模擬器怎麼RUN 特別說視窗裡面的什麼呢 這邊有一個 Android Virtual Device Manager 那 預設我這裡面是沒有啦 預設裡面是空的 我把它delete掉了 那通常我會建 兩個版本 一個是2.x的模擬器 一個是4.x的模擬器 因為現在這個不同的需求 因為不同的版本需求 會有不同的RUN法 不過初期學習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用2.x的就好 2.33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說真的 2.x的好處就是速度會比較快 而且快很多 問題也比較少 那其實入門的部分 你們還不太需要用到後面比較 一些進階的元件的時候 我建議各位 可以鍵Device 鍵那個模擬器 2.33 然後呢 Device 我建議 我的習慣 我通常會用這個 就是什麼呢 HVGA這個 那其實你會想說 那老師那我可不可以用大一點呢 其實大的跟小的 只是size 不過我覺得啦 因為一般RUN 反正看得到畫面為原則 而且RUN起來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我的習慣是HVGA 那其他不改 按確定 這個版本2.33 然後3.2的HVGA 版本的話我用2.33 因為我們剛剛有裝了三個版本 那請注意喔 選2.33這一個喔 不要選錯了 按確定 確定之後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時候就有個模擬器出來了 那我按一個START 再LUNCH 這個時候喔 大概過個應該一分鐘之內 然後模擬器就打開了 2.33的好處是 模擬器打開的速度飛快 可是如果你鍵的是4.X的話 哇那速度真的是慢很多 尤其是你RUN的模擬器是4.3以後的版本 哇真的慢到讓你受不了 所以初學者啦 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我建議你先用2.X的版本就好了 否則的話有些問題會一直出來 那除了說2.33的模擬器之外 如果你鍵好也可以RUN之後的話 你把它關閉 再鍵一個4.22的那個模擬器 那Device也是選HVGA好了 我的習慣喔 那當然你可以放大一點沒關係 上面的版本就是說 它的畫面會佔的比較大 那Tuggets這個地方就是它的SDK的版本 請你用4.2的 OK 1 2 3 然後確定一下 這邊就有4.2 你也可以再把它START一下 不過你可以比一下 如果你用4.2我讓它try一下 大概不到1分鐘就開了 可是如果你用4.2的話 恐怕可能要超過2分鐘吧 才RUN了起來 那初期我建議是用這個先RUN 可以RUN之後的話 你再進一步去RUN4.2 甚至將來 你可以再到 這邊有一個Enjoy的SDK 這邊把它點下 最後啦 不過我建議 如果你還不熟Enjoy環境的話 千萬不要去開它 你即便開它 你看一下不要去動它 為什麼呢 因為呢 你如果把它按instore之後的話 這個環境就壞掉了 就壞掉了 也就是你將來 你的專案都一直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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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會一直弄一直弄 這個環境是弄不起來 最後還是要把它刪掉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說 最後如果你要用這個的時候 記得不要隨便安裝 安裝下去可能會有無法預期的問題發生 那目前的最新版本是4.42的版本 將來我們有機會的時候再來裝好了 不然的話問題太多了 那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的動作特別重要 請各位把我們的Eclipse 422先下載就可以了 Eclipse 422這個版本 422先盪下來 可能檔案還蠻大的 幾百Mbps 第二個的話就是把它打開來 然後設定一下 那相關的畫面的話 各位也可以參考雲端白板裡面的 這個第一張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第一個就是把環境先搞定 解出來 SDK再設定一下 再把模擬器一亂講 模擬器我們有兩個版本 一個是2.33跟4.22 那這兩個版本 我們有Eclipse的環境 又有模擬器之後 接下來就可以馬上可以見什麼 可以見那個我們需要的那個 練習就可以開始